如果今天我不要把评语 重复六次的话 我只希望它出现一次 那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的话 你们就可以从formate这个地方着手 也就是formate的话 其实它可以 可以格式化一长串的文字 你只要把资料放进去 它就帮你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其中的话当然 这个BMI它输出这个结果 OK吗? 尾巴的话这边有个换行 所以其实我们假设要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尾巴再加上 它应该有的评语的话 那应该OK 所以怎么办? 可以把这个后面 在大瓜骨的尾巴再加上换行 换行的话是反斜线N 上个礼拜有讲过 这个拖一字缘 这还蛮常用到的 换行的话在python里面 就是反斜线N 就换行了 换行之后的话呢 如果再加上平语冒号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的话 平语冒号尾巴呢 就是来接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这个平语不断重复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如果假设了 你不想要让它不断重复这个平语冒号的话 那是可以直接在分语冒号 它前面的那一串文字呢 做一点变化 那变化的路线的话就是什么 也就是加一个反斜线N 然后平语冒号 不过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直接执行给各位看就知道了 执行1-5 比如说81公斤的 标准了 Enter 那你会发现呢 它输出 有没有按照我们刚刚预设的呢 看一下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换行 所以这个东西 它就帮我在这边换行了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平语呢 也没问题 但是呢 多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这里的话呢 它怎么标准跑到下一行去了 主要的原因何在呢 其实主要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Printer 它只要输出列印之后呢 它尾巴一定会带一个换行 这个是它固定的 所以你只要用到 Python里面的Printer的话 它尾巴四壁 所以啊 为什么这边会多一个换行 凶手其实就是它 Printer 所以你必须要跟它讲说 你尾巴那个换行 不要帮我加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要在Printer的尾巴加一个参数 那个参数的话就告诉它 Printer不要加换行 可是你要怎么样告诉Printer不要加换行 很简单 只要在Printer的尾巴 输出后面再加第二个参数 参数的话就购点 第二个参数 尾巴要加什么 其实你按购点 按购点你会发现 有没有Printer的相关的参数说明 也会出现的 那这边会出现一个什么 END 其实END就是它尾巴 所以你只有一个叙数 就加一个END 尾巴的那一个换行 请你帮我不要输出 最简单的方法 不要没有输出 换行的话就两个双以后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在尾巴的那个部分 把原来的反斜线N 换成没有东西 它这个意思是不要输出换行 所以这个是固定的用法 就斗点后面再加上END 等于没有东西 那这样意思是说不要帮我换行 所以你把它加了之后的话 执行看看 这个时候的话结果会不会是如我们要的 执行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刚刚在评语帽号后面 会多一个话 这个时候因为我加了什么 加了一个 斗点END等于没有 这个是空字串 一般是清除 所以这个用法其实还蛮常遇到的 那就会把 这一个 这一个本来是反斜线N 的一个文字 变成这样子 那意思是没有换行 那输出的话就帮我全部串在一起 OK 就完成 我们要的格式化结果 OK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 特别 注意一下就是将来你会常遇到 有些地方可以用格式化 至于格式化的延伸 比如说哪些地方该怎么做 我在那个云端上面呢 有一个表格啦 所以你们可以再参考一下那个 那个表格部分 再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我们刚刚主要是用到这一个而已 就是要把格就是那个小数点取到小点第二位 那其他的话呢 还蛮多 类似像 比如说前面补几个零啦 或者前面多个加号啦 或者是说呢 那个字要 靠左 靠越还是适中等等的 OK 那这边其实有相对应的符号啦 请各位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我底下有一个是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写成VBA的写法 底下有一些相关的参考 各位可以稍微比对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直接可以把第13页的这一段VBA程式 什么Sub到EndSub啦 所以以后呢 你反正它的单位就是Sub 然后你直接怎么样 Ctrl-C嘛 那记得Sub到EndSub 头跟尾 这一段程式呢 你直接可以直接把它贴到 然后一样是刚刚的VBA的那个模组底下吧 那我讲过啦 反正你就把它放到下面Ctrl-V就可以了 有没有 然后这个就有BMI 那BMI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样是从Range的B2 取到它的升高嘛 OK 那RangeB1是升高 B2是体重 那计算完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我们Python里面的话呢 是用乘乘二嘛 可是在VBA里面哦 它几次方有没有 它是一个这样的线头向上的一个符号 OK 这个符号有一个念的方法 刚刚我已经忘记那个怎么念了 有没有知道这个怎么念 不是 Google一下有 我记得有 因为很少在记 所以一个向上符号啦 OK 然后几次方 然后就把这个结果 丢到这个B3里面去 也就是把BMI放在B3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前置作业 所以你可能要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并且在A1输入升高 A2输入体重 A3这边的话 因为B3是放那个BMI的结果 不过在那个什么呢 不过在那个什么呢 我们刚刚Fullmate车 就是Python里面是用Fullmate A1输入体重 可是在于Share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自己格式化就好了 当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在这边格式化成第二吗 可以啊 你用Rung的函数也可以啊 R1D有没有 Rung的函数也可以 Rung的拿把资料给它 D0.2它就会帮你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了 OK VPA有Fullmate 所以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用Fullmate也可以格式化 这个变数里面的值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这个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那底下的话评语就可以出出了 类似像这样 但是在VPA的好处是说 它本身就以Sale 就以一个表格 所以你要放哪里就放哪里 所以也就不存在 刚刚那个Printer的地方要换航的问题 因为换航实在很麻烦 你哪边要换航 哪边要换航 没有规则性 但是表格的话 反正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总不会放错地方 你不要不要放错地方就OK 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 输出它就会把BMI放进来 把评语放进来 这样得到结果就OK了 其他细节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但是我会比较一下 最好这两个都会写 这样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一与两次了 等于 不管你今天 你想要在哪边 做出一样的结果 通通可以 所以最好两边都没问题 OK 试试看好了 这个我想我就不太 特别在Demo了 你们再试试看 如果说过程当中有遇到问题的话 还可以欢迎再提出来 因为不见得每个同学对VBA都非常熟悉 但是我尽量我这边已经有机关给你们 应该有的画面 你们就是按照需要的结果 自己再稍微揣揣揣看 OK 所以逻辑部分的话 也许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如果说各位有其他练习上面的需求 我发现 其实在那个什么 这个 云端上面 其实我有放了一些练习题 因为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那个正道考试嘛 正道考试的题目刚好是90题 OK 也就是他90题有9类啦 一类10题就对了 也就是他考试的时候是从 这90题里面挑9题出来考 一类挑一题就对了 那这些题目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上课的内容 OK 包括哪一些 你们可以在云端上面 应该可以看到这边 Python 3 的正道考试 然后这边就有第1类 第2类、第3类到第9类嘛 然后这边打开来第1类 你可以看到他的第1题 我这边就有放双数题 这个102题的话 其实它是希望你输入输入这4个数字 得到的结果就是格式化 所以这个就是format 要怎么样刚好格式化之后输出 而且它中间好像有空白 前面要加这个前字符号 后字符号 然后把它输出格式化 就是它第一个要的 输入输出 然后104题的话 就输入圆形的面积计算 输入的话是输入什么 输入半径 输出什么呢? 输出它的半径周长面积 输入十 得到它的其他的相关的资料 OK 那你们可以揣揣看吧 然后你想说老师 那也没有答案可以参考 我跟各位讲 这上面有答案 如果你想要参考的话 我把它拆成两个档案 一个是1到5类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的话 这边有第1类的答案 刚刚的部分 就是102题的答案 在这里 其实总共就8行 4行是输入 4行是输出 OK 请各位试试看 那 这个底下刚刚 阿卫把刚刚的这个表格也放在这边 那圆形的面积计算 其实也是一样 输入之后 确定它的这个资料形态转型没问题 然后就分别用格式化的方式 因为它要取代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一样怎么样 用那个大瓜骨里面加冒号 点2f 那分别输出半径 好像什么 周长的 半径 加上周长加上面积 OK 它关键的地方就是取代小数点第二位 那必须用一个叫max点π 取得圆周率 OK 这个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延伸去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上面找到这个 Python 3的证照考试 OK 基本上这边 它题目总共就是90题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 不定的要考证照 但是你可以练功嘛 至少就是延伸的题目 答案上面也有了 我想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目录这边也有个目录 你想说老师那第九类到底考什么 其实就是这些 第一类就是考基本的程式设计 当然就是说一些变数啦 常数啦 输入输出 还有格式 就叫格式化输出 就format 然后第二类就是选择叙述啦 其实就是逻辑啦 OK 就是if 有没有 el if el if 第三类就是考什么 回圈叙述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那回圈的话呢 主要有两种回圈方式 一种叫for回圈 for回圈的话 通常就是有一个固定范围 比如说 我希望1加到100 或1加到99 那请你帮我把1加299的结果print出来 让我知道 但是如果假设不确定范围的话 那你可以用画回圈 不会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用画回圈比较多啦 OK 所以第三类就是考回圈 那就是我们待会要讲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题目 我们上课题目太简单的话 不妨你也可以看一下那个证道考试 然后你可以试作看看 你把它做熟了 如果你想要去哪个证道 比如说你要证明说自己 你这方面有专业技能的话 我是觉得第三方公证单位给的认证 相对是可靠的啦 然后你说绝对有帮助吗 我倒不觉得啦 不过至少有70分就OK啦 就说至少有人帮你背书嘛 OK 好那第四类就是什么 其实第四类有点像把那个前三类综合之后 再来考一下 所以有点第四类有点是前三类的综合 那第五类的话 考什么 考方选 就是在程式里面呢 如何建立方选 OK 就建立制定函数的意思啦 OK 然后 那第六的话是考串列 这个后面的话也会用到非常多啦 其实 资料形态里面除了文字数字之外 那如果你讲是有大量资料 不止一个的话 那你一定要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其实很多网路资料 或者是外部资料 资料库资料的话 通常会先放串列 再做处理 那那个串列 其实翻译叫串列 英文名称叫列色 不过我觉得列色就是清单嘛 它翻译成串列反而更不好懂 其实列色就是清单啦 那清单是什么 就像以色尔里面嘛 以色尔那个一整蓝的出神格 就是一个清单嘛 所以其实你可以思考 你资料就是有点 可以把它想象成以色尔里面的一个蓝 然后还有一维的 还有二维甚至多维的 那所谓一维 你可以想象成单一蓝 那如果二维的话就是有蓝有列 那多维的话就是很多工作表 那可是在多维再更扩充这多的工作部 那就是可以延伸出去 这样比较好的一切啦 OK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像第七类就是Tuple 这个Tuple跟串列其实很像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第一个符号不一样 串列的话是中瓜糊 那Tuple的话是小瓜糊 OK 所以以后看到中瓜糊就是串列 小瓜糊的话就是Tuple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那它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串列 它是可以读取 也可以写入 就是它可以修改 但是Tuple的话只能读 不能改 OK 它比如它原来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你只能读取 好处的话就是说它的效率会相对比较高 因为唯独 OK 但是说这么 大部分我觉得这个很少用到 我坦白讲 因为为什么? 因为效率相差不太 可能我们没有用到那么多的资料 假如你的笔数超过几千万笔吧 甚至上亿笔的话 跑起来 不是你是像双十一观笔节 那个 好之啊 超多的 对不对 而且成交的时候 让使用者卡个一秒钟 可能它这个交易就不存在的话 那你当然一定要Tuple 可是问题这种机会太傻了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Asset的话 跟字典 其实这两个形态也蛮常用到的 最大的差别是 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 它们都是大瓜糊 符号 大瓜糊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个SET里面 没有像词典是有Key跟Value 中间加冒号 OK 有点像那个 Jason的格式 这个后面我们再提到 就是它有两个资料在里面 一个是Key 另一个像编号 一个是Value 那SET的话呢 它只会放一个资料 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不允许重复资料 OK 也就是说它不会有重复资料 SET跟字典里面 假设说有重复资料 它会自动消失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 比如说你想要写一个模拟大乐透开讲程式的话 开讲有时候会乱数取得变数 那个乱数 会有重复的机会的话 那怎么办 你把它放在SET里面就好了 因为SET之后呢 得到的就是不重复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也许 不过这个 之后如果我们用到的话 我们再来讲 其他就自创 第九类的档案 还有等等的 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东西我是放在 云端上面的这个地方 证照考试 另外如果你想要知道 相关报名考试 你们可以查一个 这个认证中心 它叫TQC plus 所以TQC加 你就打一个TQC加 它的官网在这里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这些相关的讯息 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在认证内容里面 就会有这个 我刚刚讲的那一张证照 大概在这个的中圈吧 它目前 它的认证里面 总共会有几张 这个一张 这个两张 三张 甚至还有考到AI的部分 OK 其实可以阶段性的 这个基础的程式语言 跟这个程式语言 最大的差别 跟各位讲 基础程式语言 只有考刚刚题目的一到五类 程式语言是考一到九类 然后呢 题目其实 会给你 它要的 跟输入跟输出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它这个程式部分 它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你写跟它不一样 结果一样也可以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写 这个可能要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我放在上面的是参考答案 当然如果你想到更简单的写法 你用自己习惯的写法来写 那也是更好 OK 至于细节部分 希望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记得稍微参考一下 OK